好,我們回到盤面,五盤進一步的觀察方向要繼續來請教現場資深分析師孫怡婷,坦克五安 明天五安,大家五安 坦克我先來看一下目前19大類股的漲跌幅 今天雖然看到電子股的表現非常的活躍 但是目前呢,漲勢最強的是電器類股,電線電纜類股 主要是1605的華新 在今天呢,是滾量再創本波的新高 從外資籌碼來做觀察 10月以來,外資對華新集團這一檔龍頭的一個指標 幾乎是天天都站在買方 日K線呢,也已經拉出了連續五根的紅K棒 今天呢,是持續的滾量創高 那其實今天呢,連大牛股統一集團也在發動 統一跟統一超 目前盤中的股價漲幅都是超過一個百分點 其實按照過去的歷史經驗 每年到了12月,集團股都會有所表現 要在最後一個月來趕他們的作帳績效 那每年呢,到12月呢 這集團股當中呢,有這麼多的集團 其實呢,漲勢比較整齊平均的 又以傳產集團 它的一個上漲幅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傳產集團呢 它通常呢,都橫花了一些 年底有旺季,有報價上漲題材的一些原物料 不管是塑化啦,還是仿仙啦 那如果我們光看昨天的集團股來做觀察 其實集團股它並不是每天都是很整齊全部都往上噴 集團股它其實也有時候會用輪動的方式 像華新家族呢,昨天漲的是 漢宇伯,那今天呢就動到了華新 光寶集團呢,最近呢 敦南跟光寶科也有在做輪動 尤其是光寶科的位階相對是比較低的 那星光金近期獲得了外資籌碼的一個大力的一個加碼 今天股價還是相對比較強勁 鴻海集團,雖然就整體集團來說 它稍微比較沉疾 但其實今天廣宇跟乙盛的一個股價走勢 也都還算不錯 那剛在補盤前呢 明基友達集團 又在出現向上發動的一個跡象 但是呢,如果我們在集團股當中呢 你一方面要搭配法然籌碼 一方面呢,你要搭配 它在年底,它持續有這個 旺季,有基本面,有業績題材的一個效應的話 集團作帳的一個最後衝刺 除了這些,已經講過的 還有哪一些漏網之魚呢 對,我們看到,其實在集團股的話 通常是11月底,12月開始 年底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先來看 其實這一次呢,在集團作帳呢 我們在11月底的時候 也跟明樂已經討論過第一次 在11月30號 我們那個時候提醒大家 這是一個全球結帳 VS什麼 集團作帳的概念 就12月原則上要看的就是集團的表現 特別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提醒大家是華新集團 結果你看 像1605剛剛明樂已經提到了 華新 從10月中旬以來 外資買超了8.9萬張 所以股價又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到今天為止 那為什麼說這個華新是主帥呢 其實我們來看 華新它掛牌算是最早的 所以它轉投資其實 旗下子公司都有它轉投資來持股 我們舉例像華邦店 我們把K線打出來看 你會發現 先前已經漲過一大波 最近反而有點結帳的味道出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 然後像8110的華東 或者是像華新科 2492的華新科 其實你會發現華新它手上 其實擁有這些子公司的股權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它等於是 一個有控股公司的概念 就是說它不是只有本業的不鏽鋼 不鏽本業的電線電纜 本業的這個房地產 它還有持有其他子公司的一個收益 會有很多業外加進來 會有一些收益進來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要觀察還是主帥 因為主帥講白話 不容易被結帳 除非是老闆本身要結帳 否則都是它結別人的帳 所以這部分我們可以觀察 我們往下看 所以這裡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一個集團 我們先前也討論過 輪番挑戰前高的是誰 聯華神通集團 我們舉一個例子 像當時我們11月30日號 那一天也提醒大家 像這個2347的聯牆 今天的話我們來看股價 這個也是盤子中 創下一個波段的往上高點 另外像這個12月6號 也提醒大家過 這個環氧素質的聯程 1313的聯程 也是環氧素質的社會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雖然 為什麼這個集團比較少被 我們被市場媒體播報 因為不容易漲停 但是你會發現 把K線打出來看 你看聯牆 2347聯牆 K線是怎樣 緩步墊高走上去 聯程也是一樣 都是穩定的往上攻 可是它不會漲停 它沒有漲停 它沒有大漲 媒體就不會寫 媒體就是漲停 才會唸一下 所以這個邏輯底下 我們要觀察到說 這種族群可能不會漲停 但是它會漲不停 或是說緩漲的概念往上攻 所以這裡我們要觀察 往下看 其實這裡其實 第四季剛剛已經提到沒有錯 在集團裡面 第四季 外資針對聯華神通集團 是大買的 聯程在第四季 就買2萬多張 聯牆也是2萬多張 聯華的話 一萬兩千多張 另外像神達神機 都有買超 為什麼這裡要觀察 這個集團的本身 我們跟大家報告 因為轉機是在明年 因為這比較低調 可能大家不熟悉 我們舉一個例子 像第一名我們談過 前面兩檔 其實我們都跟大家報告過 我們來看第三檔 1229的聯華 為什麼外資在第四季 會買超1萬多張 我們往下看 其實聯華大家可能過去認為 它是麵粉廠 沒什麼 覺得很冷門 對 沒有錯 但是如果它是麵粉廠的話 我跟你講外資絕對不會去碰 外資絕對不會碰那麼多張 為什麼 因為其實聯華這幾年 卡到一個很有利的位置 我們來看 第三季的EPS 有1.27元 可以說是過去五年來的單月 單季最高 那這裡其實它轉投資 剛剛提到的連城之外 它還要轉投資到聯華氣體 這個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 持個50% 就是說什麼外資 九月份以來大買 2.5萬張以上的原因 那為什麼這個聯華氣體 很重要 我們往下看 這裡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過去 聯華氣體是用在臺灣的業者 用在什麼 我們先講它是臺灣 國內的最大工業氣體 也是它比較陌生的產業 工業氣體簡單來說 就是要用在所有半導體 或者是面板生產製程裡面 半導體面板生產製程 都要用到 那值得一提的是 它在臺灣聯華氣體 這個部分 它在臺灣的試占率超過五成 逼近六成 逐科試占率更超過八成 那重點是在於什麼 重點是在於 它九月份法索會的時候說 臺灣客戶已經到中國設廠 它要2018年已經跟進 要去設廠 那真的有沒有設 就是說2018年會啟用 它2017年也跟著去設廠 有沒有我們來看 這是美通社 一般人比較少看 我們是常常在觀察 兩岸之間的新聞 上海2017年3月就說什麼 林德集團跟它這個聯華 合資投資的這個 聯華林德1.1億歐元投資 投資在哪裡 投資是用於 我們把它列下來了 用於中國東部與中部省份的 電子氣體生產 這個講白話是哪裡 就是南京 它的客戶最大就台積電 就台積電南京廠 對 台積電南京廠 所以我們先前說 南京概念股裡面 除了設備廠 除了星雲之外 其實大家要把聯華加進去 因為聯華旗下的聯華氣體 跟聯華林德 它有去南京已經佈局好了 重點是在於用在晶圓 跟平板顯示器 就是LCD的部分 明年要用 所以這裡的話 它今年其實就佈局 所以外資為什麼要買它 我跟大家報告 外資買它絕對不是因為麵粉 是因為它已經是一檔 打入大陸科技供應鏈的一檔 控股公司 持有這個聯華氣體 這個聯華氣體就是 以後要供應給南京廠 台積電南京廠 還有紫光 因為紫光也在南京設廠 所以後續的話 其實平價空間 我們不能用麵粉廠去看它 我們要看它是一檔 電子工業氣體的廠商 所以本益比就會被拉高 這可以觀察像大陸的話 有一個航養股份 這個同業工業氣體 它今年因為入伍最近在震盪 可是它今年 從這個7.7元漲到多少 18.32元 所以其實當你的一間公司 原本的從麵粉廠 評價被轉到 這工業氣體廠的時候 其實整個評價模式會被調整 這就是為什麼 外資在這個部分 持續的布局的原因 好 非常感謝坦克今天 特別持續幫大家追蹤 在集團作帳的部分 留意喔 有一些集團股在今年9月10月 它就已經啟動了一個做帳效應了 最近可能開始在結帳 但是有一些集團 最近外資還持續在積極的加碼買超 看中的或許就是它 未來的一個業外收益的一個題材 跟控股的一個色彩 後續可能還有補漲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後續持續的幫大家來做追蹤